那都说科技改变生活软件定义汽车 那你要问我对这一台几乎Alpha S有什么了解吗 之前我还真的没有了解过这台车 那我们今天呢就主要以非常小白的一个身份来体验一下 经过它最新的一套华为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个OTA升级过后 这一台HI版本的车型它究竟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一方面的体验 快点上车太冷了 上一次呢坐在别克试剂里面是给我专门的配了一个司机的 那这一次呢我觉得算是给了我半个司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在这一台几乎Alpha S HI版本呢 它搭载了这个华为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啊 它给我的感觉我刚刚已经坐在副驾驶体验过这么一圈了 就完完全全就好像说它是一个人类司机的这种思考的方式 这个呢等一下我们在一些细节一些场景化的过程当中可以给大家来仔细的说一下 那我们一直说啊科技改变生活在这个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之下呢 当一台车它给你一个全新的体验的时候 你就会用很吹毛求疵的眼光去审视它这个体验究竟有没有让你在车上的生活变得啊更智能更辩解 那么说说我刚刚体验下来的几个不同的场景 就是首先第一个场景啊 就是如果当我边上的那根车道有车要来加塞我的时候 它逐渐向我靠近的时候 这一台车呢它是有它自己的判断能力的 而且它判断的能力不是像机器人那样简单粗暴的 它直接急加速或者说直接停下来 它是就像你平时啊会就是踩一个刹车 带一点就减一下速度去判断说你是要让它还是说你是继续往前开 这个给我的感觉呢是非常的好的 那再说一个场景啊 比如我们遇到了一台洒水车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你肯定是会就是避开 或者说就是往边上的一根车道 然后去尽量让它不要搞脏你刚刚洗完的车是不是 那这一台车呢当它进入NCA这个模式的时候 它也会有这样的思考判断 这个是让我觉得还蛮惊讶的一个小聪明的地方 那第三个让我觉得它非常聪明的一个场景呢 就是当它进入上下扎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它会去自动帮我们判断一条最适合的车道 不容易让我们开错路 这个呢有没有点像你来到一个你不太熟的那种陌生的城市 但是它车上就给你配了半个老司机的这种感觉 这个还是蛮不错的一个体验 那我刚刚专门拎出来讲的这三个场景呢 其实是这台车带给我特别惊喜的地方 那像一般的其他的车型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纯电车主 然后我的车上呢也是带就是0到120公里的ACC自适应巡航的 像它自动跟车啊 还有像那些车道偏离辅助预警 以及其他的一些非常常见的功能 我就不在这边赘述了 那它带给我的整个这种比较特别的体验 我觉得包括但不限于刚刚的那三个特别的场景 像我刚刚接手来开这台车的时候 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就是当我拨两下这个挡杆的时候 它就可以自动的去帮我进行一个点对点的智能驾驶辅助 这个是我之前在其他的车型上所没有体验到的 包括之前也有在同样也是采用了这个华为智能辅助驾驶这套系统的 友商的活动上也是有进行简单的一些体验 但是当时的那个品牌的车型它是给我一些比较区隔的体验 就是它在高速公路的过程当中和在普通的城市通勤的道路的过程当中 它是完全分隔开来的 所以说这一台车算是真正意义上带给我完整的L3级别辅助驾驶体验的 那今天和这一台车的整个相处过程当中 我其实相信大家也发现了我用到的最多的就是惊喜这两个字 那从最开始我坐在副驾的时候 我们车上的这个随行的工作人员 他给我演示直接设置A点到B点的这一段导航之后 简单的拨两下挡杆 这台车它就可以直接把我带到B点了 这个对我的整个冲击力还是蛮强的 因为之前即便说我们一直在说L3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 但是其实都没有真正意义上去体验过 而在这一台车它经过整个OTA的迭代之后呢 在上海这座城市 未来等到车主接到的这个OTA推送之后 那它的这个整个高筋地图啊是覆盖上海全域的 那这个概念就是未来你在上海开这一台车 你设置一个导航的最终的这个目的地之后 它就可以带你去任何的地方 这个体验真的是蛮香的 那其次呢 这一台车它带给我的整个体验是 不像过去我们在其他的车型上面感受到的智能辅助驾驶 是非常机械化机器人感的 它呢就是在经过一些 比如说在路上非常复杂的路况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就是比如说突然有一台车来加塞我的时候 正常的人类的思维都是带一点刹车 然后思考一下这台车 它的车速和我们的车的之间的距离 在考虑说是不是要离让它 或者说我们就直接一脚油门就过去了 那它呢也是有这样的思维方式的 这个我觉得大家体验一下 就能够get到我刚刚所说的这一切了 那整个一天和它的相处下来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是颜值的部分 就是大家能够看到这台车 它用了非常多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元素 这也是这台HI版本呢 它独有的这些吸睛的一些小的细节设计 像这个座椅上面的这个缝合线 也会用到这个所谓的华为性能红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我觉得这个还蛮突出这个HI版本的车主的身份的是吧 好啦今天的整个体验呢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这款车型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欢迎在评论区互动留言来告诉我 我是玛丽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